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鐘的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今天要來PK料理了 是兩位帥氣的爸爸 而且聽說廚藝都還不錯 當然有一位 他最近又要出那個料理書了 廚藝一定很好 常常來的Jacko哥 怎麼叫做這個話 沒有... 哪有用這種宣傳方式的 是你要出料理書 恭喜... 我跟Ben應該算是演藝圈 兩個最強的爸爸了 真的嗎 因為他有三個孩子 我有兩個孩子 都是我們四個蛋 對 所以我們兩個最強 自己帶真的會比較累 對 但是因為Jacko哥要出 第六本料理書 所以今天要來跟你PK的Ben 歡迎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Ben 是不是很有壓力 超有壓力的 今天如果你贏了 我就跟出版社講說 那六本不要了 變成你出一本就好了 你上次不是這樣跟小哥講嗎 你上次也輸了 你也沒有 你上次輸了 你也有播是不是 有 廢話 第六本我們不出 我們直接出第七本 你上次就說什麼 你如果輸了之後 你就不出了 你不出第五本 因為五本 第五本出過了 你已經出過了對不對 整個是第七本 好 但是我是小... 好... 對...要介紹一下營養師 來歡迎我的好朋友 劉依林營養師 大家好 不過Ben我其實滿好奇的 因為通常在家哄小孩 帶小孩 大部分應該是小可吧 都有啦 我們是分工合作 如果她有工作的話 就是我在家照顧小朋友 那包括吃的方面也是一樣 也是會下廚 也是會煮東西給小朋友吃 可是你知道 那個廚房就是女人的天堂 你會進廚房嗎 我會進去 但是小可也不喜歡我在旁邊看 為什麼 對 因為她覺得說 我在旁邊看的話 她會有壓力 你知道通常大廚都是男生 哪有 真的 你不要有 你老婆今天有來 對 通常廚房都不喜歡有住手 在那邊指指點點 對 為什麼小可會 可是小可很快睡睡念 她就會 對 然後她會倍感壓力 通常我在做菜的時候 我也不希望她在旁邊看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些密招 不想讓她學走 屁啦 什麼密招 你隨便講兩個來聽聽 講出來就不是密招 那就是沒有密招 沒有 但是是真的有在下廚 對 可是你下廚的時候 小可會在旁邊就是會指使你 如果她進來的話 她進來的話 她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太重口味了 然後這個東西 你為什麼鹽巴要下那麼多 為什麼醬油要下那麼多 對 她會管東管西人 那重點是 我做菜就有我的堅持在 就有我的味道在 每個人做菜都有不一樣的tempo 對啊 對 然後她就要 我一定要跟著她的步驟這樣走 因為廚房是這樣 廚房是這樣 有一個廚師在工作的時候 像我老朋友說 老公要不要幫你什麼 不要 不用 我岳母也說 要不要幫你什麼 不用 岳母是一定不要的 大家都不要 因為我的意思是 當你在廚房忙的時候 都不要 岳母你敢嗎 岳母還是不要好了 對啊 有時候我請我岳母 去那個傳統市場 幫我買一隻魚 買一隻魚你知道嗎 她回來買了21隻魚 為什麼 你以為她聽錯是不是 不是 所以那一隻魚是我請她幫她買 我請她幫我買 一隻魚 另外20隻魚 然後看老闆說一籃 一籃200 對 她就一籃總共買回來給我 很便宜耶 200塊 對 你知道那種20隻魚 便宜賣的 老闆是不去藏的 對 不去鈴的 不去鈴的 我一個人在廚房刷鈴 去藏20隻 我搞了一個多小時 而且重點是 你都不能跟岳母說什麼 也不能含蔻 對 然後好像小菜單來 怎麼樣消除這隻 20隻魚 20隻魚要做出 至少五種不同的菜式 我們家吃一個禮拜的魚 我說不要買魚了 拜託 整個家裡魚腥味 昨天我親吻有去買一條五花肉 對 一條五花肉 結果她買了 她買了兩隻雞 整攤 整攤買來 全包了 為什麼 就是婆婆媽媽就是覺得便宜 一定要買回來 她其實也是好意 所以在廚房裡都不要請她幫忙 可是Ben 聽說你的那個拿手菜 那個資料上寫那個很厲害 對 拿手菜是花雕雞 好厲害 那時候有跟柯老大一起學過 真的 對 他有傳說一些蜜招給我 是 對 然後在家裡 你會透露一點花雕雞有什麼秘訣 花雕雞的秘訣就是 一點點就好 你放的那個份量 是 對 放的那個份量 要 對 為什麼 你這個還要你說嗎 又來一個騙通告了 對啊 你放的份量要對 好 蜜招 蜜招 蠔油 海鮮蠔油非常重要 花雕雞要海鮮蠔油 對 因為這樣才有那個鮮味 對 我以為是花雕酒多加一點就好了 沒有 沒有 花雕酒 要放 量要多 我以為 我以為 反正你就是不想透露蜜招 如果想要吃好吃的花雕雞的話 下次可以ban來我們那個節目上試做 沒問題 OK 好 在PK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看一則新聞 因為你知道現在冬天 雖然不是很冷 但有時候日夜溫差也滿大 有時候晚上滿冷 尤其是宵夜你工作回去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好想煮個什麼東西來吃 然後你要出去買炸雞就覺得麻煩 乾脆就在家裡煮個泡麵就好了 很多人都喜歡吃泡麵 但是要注意了 如果你吃泡麵 營養師也會提醒你說 泡麵吶含量太高不要多吃 但是接下來這則新聞 女生要特別注意 聽說女生如果愛吃泡麵的話 影響會比男生更大 下班回家懶得煮飯 來碗泡麵是很多上班族的小確幸 便宜方便又美味 這味道到底有多誘人 根據世界泡麵協會調查 全世界最愛泡麵國家前十名 竟然都在亞洲 第一名就是最愛吃辛拉麵的韓國 平均每人五天就吃掉一碗 第二名則是號稱 擁有全世界最好吃泡麵的印尼 同樣位居東南亞的越南 泰國 馬來西亞也都榜上有名 而台灣當然也不遑多讓位居第六 平均每人八點四天就吃掉一包 泡麵吃多了不僅容易發胖 還會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不過專家學者研究發現 女生的風險似乎比男生還要高 女生磁激素對心血管有保護作用 那當你吃泡麵的時候 食物這些成分會干擾了這個磁激素的作用 當然就會影響女性得到心血管的比例就會增加這樣 大陸每年超過四百億包的泡麵商機 口感越做越好吃 雖然都說了對人體有害 但大家還是愛 這則新聞就是提醒我們不要看新聞就好了 因為偶爾吃泡麵應該還好吧 但是我提醒一下這則新聞應該是講說 如果是更年期之後的女性 可能她的心血管疾病會提高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在撞年期的話 是男生比較危險 撞年期的話 如果是吃太鹹太油的話 男生心血管的比例會比較高 今天講到泡麵 到底跟我們接的食材 是牛蚌到底有什麼關係 牛蚌很特別 它到底是蔬菜還是澱粉 很多人他搞不清楚 我覺得 它是荷還是素的 所以這個題目爛掉了 如果是一般來講 我們可以把它歸類在蔬菜 不過它是屬於根莖類的蔬菜 所以事實上一般蔬菜的話 大概100克撐作一份 可是如果是牛蚌大概30克 我們就撐作一份 所以其實它吃少少 重點是它吃少少量 就有很大的功效 包括它裡面 對 然後另外小朋友 如果不乖的話 可以給他吃牛蚌 為什麼 不乖 可以吃牛蚌 不乖 這拿牛蚌打牠嗎 不是拿牠打牠 對 其實不乖 因為其實牛蚌裡面 有很多的鈣 煤 架 其實可以穩定小朋友的情緒 真的 然後如果小朋友 比較容易抽筋 或是他今天可能去跑步 運動回來之後 你的料理裡面 也可以給牛蚌 問題是牛蚌有一種怪味 有種怪味 小朋友應該 不容易接受 我一直到很 就近幾年我才可以接受 牛蚌有一種不知道 草味還是什麼土味 它有一個根莖類的味道 因為到後來 直到日本居酒屋裡面 它做炸牛蚌 我才慢慢接受 然後照燒牛蚌絲 對 然後後來才接受 OK 原來牛蚌這也滿好吃的 因為牛蚌本身它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有一股嗆鼻的味道 而且重點是牛蚌 它看起來顏色超不討喜 它其實那個味道是造素的味道 什麼叫造素 就是它會呈現一種 就是像剛剛提到的那種味道 它本身裡面的子化素 那其實還滿營養的 說實在的 而且牛蚌其實排毒很有幫助 排什麼毒 排毒 排體內的腸道的毒素 因為它其實裡面有寡糖 這個寡糖 因為我們通常都希望說 你看那個廣告都會希望說 好菌多一點對不對 但好菌多 如果你留不住的話 再多也沒有用 那你要讓好菌 怎麼留到你的腸道內 你就要餵它食物 對 那牛蚌就是它的食物 所以牛蚌是腸道好菌的食物 對 它裡面有寡糖 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吃牛蚌 所以便秘的媽媽 便秘的小孩 其實在餐裡面 確實可以加入牛蚌 了解 好 既然牛蚌有這麼多的好處 今天兩位就要來挑戰不可能 即將要出第六本料理書的 Jacko爸爸 應該拿出的料理很厲害 不然沒有辦法出第六本料理書 我現在有沒有幫你打輸 有 但是我今天做的正好是一個 零廚藝的料理 真的假的 零廚藝 好 是什麼呢 是的 那就是牛蚌 鯛魚燒鬆餅 你這個就是有鬆餅機就好了 是的 所以很簡單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牛蚌其實可以放在鬆餅糊裡面 我覺得好奇怪 然後做成鬆餅 你可以做這種格子鬆餅 你也可以做成鯛魚燒 今天帶來的這個鬆餅機 正好是可以做鯛魚燒 鯛魚燒很可愛 是不是 所以小朋友都 所以小朋友其實很多時候 他不喜歡吃的東西 都可以把它放到鯛魚燒裡面 問題是鯛魚燒裡面 不就是加紅豆或是MASTER 花生 什麼花生之類的 我們要加牛蚌 好奇怪 我們要試試看小朋友 要不來吃 所以說除了加那個鯛魚燒 因為牛蚌有個味道 對 牛蚌我們稍微把它汆燙過 把它放到鯛魚燒裡面 它那個味道還是不會不見 對 所以今天我要加一個 神秘的秘密武器 讓這牛蚌的味道消失 是喔 你等一下就不要看小朋友 就一邊吃鯛魚燒 好好吃 然後就把牛蚌這樣抽出來 把它放在盤面 不會 其實這牛蚌切成絲放鯛魚燒裡面 吃起來 但你看那效果很像魚刺 魚刺 魚刺 你小朋友是懂魚刺是什麼 小朋友哪不懂魚刺 是不懂 我們知道就好了 真的 好 既然這個是感覺零廚藝了 但他剛剛有嗆 他要用一個秘密武器 讓牛蚌味道消失 他的是零廚藝對不對 對 你的是什麼 我的是手工藝 好吃又好玩 好不好 好吃又好玩 抹茶牛蚌 什麼 你最好裡面全部都是牛蚌這樣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只有牛蚌而已 等一下 這個是抹茶牛蚌粿的意思嗎 對 抹茶牛蚌粿 抹茶牛蚌粿 因為最主要是 我覺得要跟小朋友一起互動 要玩那個 玩那個麵糰的那個感覺 不是 可是小朋友吃得懂 粿嗎 第一個 牛蚌小朋友就不愛 粿就是那種 粥糙粿 是我阿嬤喜歡吃的 小朋友吃粿要小心 要不要粿粿 對 所以你在比例下面 所以你在比例下面 要特別注意 對 但是為什麼說好吃又好玩 因為在跟小朋友一起料理 這道料理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跟小朋友 好像在玩粘土的感覺 了解 然後他會幫我一起玩 他可能會把它當粘土再玩 但是你這個看起來滿奇妙的 我是想要吃吃看 因為加哥這個 我大概能想像他的口感 但是你這個非常創意 看起來好吃 好 今天可愛的四位 小小美食評審是誰 來介紹Ella 介紹樂樂 Eric 還有阿琪 阿琪好有活力喔 好 四位待會兒 就要當你們兩個的小幫手 是 趕快來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加哥哥一開始要來幫我們做的是 牛棒鯛魚燒鬆餅 牛棒鯛魚燒鬆餅 小朋友要不要吃 阿琪要不要吃 Give me five 還好 Thank you 鯛魚燒 樂樂 Give me five 好 牛棒鯛魚燒鬆餅 要用什麼材料呢 牛棒絲飯碗 雞蛋三顆 低筋麵粉200克 全脂牛奶100克 泡打粉1 1小時 奶油50克 糖2小時 帕瑪森起司粉2大匙 鹽1 1小時 跟蜂蜜三大匙 感覺是要做甜點來著 對 感覺東西有點多對不對 對 但是其實很方便 而且做鬆餅是跟小朋友 玩樂的很好的方法 對 因為很好做 但是小朋友先幫我拿到 我需要用的東西 好的 牛棒 牛棒 雞蛋 牛奶 你知道什麼叫牛棒嗎 就紫色的那個 紫色的 我不知道 牛棒你不知道 我跟你講 牛棒它長得很像樹枝 樹枝 你知道樹枝嗎 你等一下去找一個 很像樹枝的東西 然後還有牛奶跟雞蛋 好不好 好 加油 你去拿冰棒快點 長得像樹枝的牛棒 長得像樹枝 去拿冰棒快點 長得像樹枝的牛棒 長得像樹枝 樹枝 對 還有雞蛋 雞蛋 雞蛋 什麼雞蛋 雞蛋長得像雞蛋 紅色那個有沒有 紅色的雞蛋 對 長得像雞蛋一樣 紅色的土雞蛋 還有牛奶 牛奶 對 牛奶 三個而已 成功 好棒 回來 你要帶到妹妹一起回來 你怎麼可以把她一個人丟在後面 樂樂你很棒 成功了 好啦 你很乖 我跟你開玩笑了 我跟你開玩笑了好不好 這就是牛棒 像不像樹枝 很像樹枝 對不對 是不是很像樹枝 樹枝的顏色也像樹枝 對啊 因為它味道很怪喔 你聞聞聞看 你幹嘛給他 你看 你看 這個味道很怪 這個不會 我覺得有一點怪 你不會嗎 有一點怪是不是 我覺得有一點香香的 香香的 你要多吃一點好不好 好 來 雞蛋 還有牛奶 我喜歡吃牛奶 我喜歡喝牛奶 還有雞蛋 好 好 那我們就先把這些東西 都把它放進去好不好 那你們來幫我一件事情好不好 我來切這個牛肉 那你們來幫我把這個麵粉 放進去好不好 好 你看我們先把麵粉過篩 一點點而已喔 我們把全部把它放到這邊來 然後你們這樣左右左右 你們會有這樣這樣 對 你拿著這個Archer 你們一起拿 然後這樣子 Archer你右手拿這個餅 然後這樣拍它這樣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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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拍拍拍拍拍拍拍 好 輕輕拍喔 好 拍痛了 那小力一點 好 好 可以嗎 那接下來你要怎麼處理牛棒 牛棒 牛棒的話 通常因為牛棒它營養的地方 在皮的部分 所以我都是把這個 皮稍微刮一下就好了 對 不用把它刮太多 然後在家裡的話 我切牛棒絲的方法 是把這邊或畫絲 像這樣 大家可以學一下 可以畫刀 牛棒絲 我以為是要切斜切 然後再切... 我有一個方法 因為你要斜切...也可以 可是我發現這個方法也滿好的 因為像日本廚師是這樣子 像這樣子畫 可是我覺得這樣滿難的 對 所以我發現你就用這個削皮刀 我還學了一個新的方法 像這樣子 我姥姥也是有用這個 真的 妳學個新的方法什麼方法 我學了一個新的方法 是可以用鋁箔紙 你直接用鋁箔紙 然後對 牛棒這樣搓一搓... 它的皮就會掉了 對...我不是刮皮 我是把它削成絲 對...把它削成絲 對... 所以在家裡你可以 你看像日本師傅 它刀工比較好 它會用刀... 直接像削鮮餅這樣削 可是這樣的話 如果說你刀工不夠好的話 你如果說一削一削太大 對 太粗 所以你乾脆用削皮刀比較快 用刨的 用刨的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刨好這個牛棒絲 我們必須拿去用水稍微燙過 大概燙30秒 30秒就好了 對 我剛剛講說30秒 對不起 30秒 30秒 燙個30秒 讓牛棒的味道 稍微消失一點 是 然後燙完以後 它都還帶長這樣子 這邊牛棒絲 好漂亮喔 然後這邊麵粉來過篩 對 你看 它過篩它有一個小 就是你敲的地方它比較快 像這樣子 像下水一樣 你看 而且你把手放下面試試看 放我這邊 好了 可以了 走開吧 看法 把它倒回來... 你手好... 你好像雪人的手 對啊 下雪了 而且你手好... 好有富貴相 看起來好好吃 這樣子 好 這樣子我們過完篩就OK了 好 然後我們要打雞蛋下去 對啊 這些結塊我們就不要用了 對 然後我們要需要三顆雞蛋 打雞蛋 為什麼不直接打下去 因為雞蛋我們要把它攪拌一下 如果直接丟的話 它整顆很難攪拌 我們先放在這裡面攪拌 你會打雞蛋嗎 還是不要好了 我來打 你打就好了 你打就好了 不要... 你也打打看是不是 好 你會打散嗎 像這樣子打散你會嗎 我會 真的嗎 確定嗎 你試試看 你打打看 不要打出來 很棒喔 好 該我了 好 該加口可可囉 100CC的牛奶 100CC的牛奶 把它打一打 所以如果假設 我現在要做鬆餅裡面 如果不是加牛棒的話 大概的份量也是 裡面也是這樣做的 都一樣 對...都一樣 是低筋麵粉 對 然後這邊我們加一個 泡打粉 泡打粉 泡打粉是讓這個鬆餅 變比較酥脆的 了解 膨脹一下酥脆 大概加5克就好了 5克 媽媽在選這個泡打粉 倒是有技巧 今天她選的是好的泡打粉 就是它沒有鋁 如果有鋁的話 如果常常在做這種料理 因為鋁其實它現在證實 是跟長期吃那種韓鋁的東西 會跟那個獅子有關 真的喔 已經被證實了嗎 對 所以其實最好不要用鋁鍋 或是用一些韓鋁的東西 然後用一些韓鋁下去做這樣子 我近年發現我找不到我家地址 所以我就盡量都不用鋁鍋 你會不會老化太快了一點 我們粉類的東西 乾粉類都先放好 所以我剛剛放了泡打粉 所以我加起司粉在裡面 我是不是看上面的標示 寫無鋁泡打粉就OK了 對 它會寫無鋁 如果它沒寫都是有鋁 但是如果它沒有鋁 它一定會寫無鋁 OK 所以要選無鋁泡打粉 好 好 這是鹽吧 漂亮啦 拜託是鹽 是鹽啊 是鹽 嚇我一下 自己看就知道是鹽 因為我剛把這一個 全部放下去了 如果這是鹽的話就完了 OK 好 那我們糖放下去了 是 鹽我們只要放一點點 給它定過一下 一咪咪就好了 因為我們這邊有起司粉 是 好 我們要把這個水放進去 OK 把它倒進去 好漂亮喔 我們先把它攪拌一下 看起來好療癒喔 可是如果裡面是加紅豆泥 或是抹擦泥啊 我覺得應該比較療癒一點 它的泥的部分是應該 你鬆餅放下去 再放鬆餅壺上面 就是你不要跟它壺拌在一起 不要拌在一起就對了 對 不要拌在一起 OK 然後其實小朋友也可以幫忙 但是我都是不太想要小朋友幫忙 他剛剛讓小朋友幫忙 他脾氣都狠起來了 對啊 你不能這樣子 你還是跟小孩互動 我們好棒 我要放奶油進去囉 好 把奶油放進去 這邊50克奶油 其實奶油對我來講 就這燈很多了 對啊 然後我們要把所有的這個 牛肉放進去囉 你現在把牛肉丟進去了 對 牛肉放進去 牛肉我們燙過了 我一直以為你要做鬆餅 是先把鬆餅壺 放到鬆餅機裡面 然後牛肉再加上去 原來你是把它糊在一起 對 因為它變成濕了 糊在一起的時候 它待會兒 它這樣子跟那個麵粉 會結合得比較緊致 天啊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我光聞那個味道 我就沒有很想吃 對 但是所以你講得很對 就是因為你不管怎麼做 牛肉到哪裡它都有一個味道 對啊 所以我一個秘密武器 什麼秘密武器 這個秘密武器就是這個 這什麼 花生醬 你只要在你的麵糊裡面 加一點花生醬 花生醬的那個花生油的香味 會蓋掉 會蓋掉牛肉的味道 你趕快加加看 快點我想 因為你 我現在占這個距離 它那個牛肉味道 超級無敵 重的 很重啊 牛肉那個味道就去不掉 我怎麼都沒聞到 但是我覺得它加牛肉 到營養價值會提高 為什麼 因為通常我們很怕小朋友 吃一些糕點類 鬆餅的東西 因為這種其實一般 如果是用麵粉做的東西 相對小朋友會比較 吃完之後比較躁動 或是比較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 所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把蔬菜放進去 蔬菜放進去之後 它會把這個鬆餅的GI值降低 降低有什麼好處 就是你吃完之後 小朋友比較不容易吵鬧 會比較穩定一點 又可以補充小朋友的膳食纖維 你知道我看資料的時候 我就想說以理竟然講這段就是說 小朋友吃完這個 比較不容易吵鬧 我覺得爸媽真的要學起來 小朋友吃完這個 比較不容易吵鬧 很重要 要加牛棒 對 要加牛棒 吃完這個Action 你就比較不會吵鬧 所以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看 真的耶 沒有牛棒的味道 它的花生味蓋過牛棒味了 什麼味道 樂樂什麼味道 樂樂不玩 花生的味道 是花生味耶 對啊 你有試過 除了花生之外 還可以加什麼別的 可以蓋掉 我試過的東西 我覺得花生是最棒的 蜂蜜可不可以 蜂蜜 但是蜂蜜味道 其實蓋不掉牛棒味 我覺得超神奇的 花生的味道 絕對可以蓋掉牛棒味 完全沒有牛棒味 對 所以你放的 並不是要增加這個 有花生吃的口感 或是花生的那個 黏稠的味道 不是 你只是要把花生的香味 加進去 對 這個很酷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 放到鬆餅機裡面去 好 提到了牛棒 我們要來考考Ben 還有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牛棒提 牛棒提 對 沒錯 下列哪種料理 牛棒的方式 在營養保留上 比較不恰當 下列哪種料理 牛棒的方式 在營養保留上 比較不恰當 A 跟肉一起炒 B 做成沙拉 C 消去外皮 我覺得有可能是 消去外皮 消去外皮 對 因為我覺得 你還是要像加口一樣 要留一點點皮在上面 對 我覺得那個營養價值 才會更高 好 恭喜Ben答對了 所以牛棒比較 不恰當是說 消去外皮 然後再保存是不是 對 其實很多的蔬菜 或者是水果 都可以吃皮 牛棒就是很經典的 對 因為它皮外面其實很多的植化素 包括皂素 淚黃瞳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這種刮糖 其實它的那個皮的部分 含量非常的多 主要的部分就是 它皮的話 粗纖維也很高 所以如果真的有用皮去做料理的話 建議在這個料理的餐中 要多一點水分 所以其實比如說 你用料理去做 比如說可以煮成那個 用火鍋 還可以熬湯 對 或者是說 你吃完這種牛棒的料理 你要多喝一點水 才可以幫助排便 而且牛棒也可以加到味噌裡 煮牛棒味噌湯 其實也滿不錯的 也滿好吃的 但是重點是要多喝一點水 對 不知道你答對了嗎 很厲害耶 這是我們用的鬆餅機 這台我好想買 對 這台鬆餅機很簡單 你用完以後 你把這個麵糊倒在這裡面去 對 它有一個綠燈 一個紅燈 是 只要蓋上去以後 紅燈開始亮起就開始烤了 等一下綠燈響起以後 我會讓它再烤個一分鐘左右 因為鯭魚燒裡面 內部比較厚實 是 所以如果說你不再等它一下 它可能內部是不熟的 了解 OK 好 我們來看看 我鯭魚燒 好可愛喔 這就烤完了 好 我們把它烤好 對 你這個是造型取勝 好啊 等一下 你等一下再跟我講話 造型就很討喜 對啊 我們就把鯭魚燒拿出來 是 好 其實外型真的非常 這小朋友會喜歡 更棒的是 我們接下來就加蜂蜜了 好大蜂 又要加蜂蜜了 不得了了 大絕招了 你今天很想贏 也不是 在糖裡面 我覺得蜂蜜算是 至少營養價值高的 對 比較好一點點 至少比加什麼果糖 果糖很爛 千萬不要加果糖 小朋友不能吃果糖 真的 好 那以理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營養成分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如果真的小朋友 不喜歡吃蔬菜的話 通常會把它有藏在肉裡面 但今天其實它焦了一招 就是把它藏在點心裡面 然後這一道菜 其實因為剛剛有提到 它是用麵粉去做的 但是它纖維症確實是比較高 Gi值降低 但是我建議小朋友 如果再吃這道點心的話 倒是可以搭一杯豆漿或是優酪乳 把它補充蛋白質這樣下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下午茶點心 感覺好像還不錯 而且重點是 加哥哥在裡面 偷偷加了牛棒 接下來就看看 我自己很有興趣的 Ben的這一道 用牛棒做成桂 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來看一下 好 接下來 我很有興趣這道料理叫做 抹茶牛棒粿 是阿Ben要做的 厲害的 用的包括了 有抹茶粉5克 糯米粉300克 再來米粉20克 二號砂糖30克 鹽5克 粽葉適量 豬絞肉80克 牛棒絲80克 蝦米10克 很費工 像油15摸 鹽 白胡椒粉糖 紅蔥酥各適量 Ben 你的這個看起來有點難度 大致上是分兩個步驟 一邊你要先把料 料先把它炒起來 裡面的餡料 餡料的部分 再來就是我們要做那個 貴的皮 好 怎麼做呢 怎麼做 我們先請小幫手 先幫我們拿一下材料 Eric還有Ella 你可不可以幫我拿牛棒 牛棒 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叔叔講的 就是長得像樹根的 還是豬絞肉 豬絞肉 然後還有 蝦米 蝦米知道嗎 蝦米知道長什麼樣子嗎 不知道 一隻這樣小小的這樣子 小小小的這樣子 好不好 好 幫我拿 加油 加油 牛棒 牛棒 對 很好 Ella的腿好漂亮 一小隻的 對 還有一個 一團的 一團的豬絞肉在哪裡 漂亮 Ella的腿好漂亮 今天還可以送你紅蘿蔔 在哪一個蘿蔔 不用 不用 紅蘿蔔 不要聽怪叔叔講話 聽我講話就好了 拿回來 太棒了 他們兩個長得真的好像 厲害了 他們兩個好像感覺是姐弟 對啊 或者是兄妹之類的 然後還有豬絞肉 然後還有蝦米 怎麼覺得我今天 你準備的那些食材 還這樣綜葉 感覺你要薄肉長 有一種那種感覺 有一種這種感覺 你想要把它包起來也可以 那或者是 因為我們要的只是這個 綜葉的香氣 了解 對 因為到最後還是要放到 電鍋裡面去蒸它 是 切牛棒 因為剛剛那個怪叔叔 已經示範過了 我們就不再示範了 到底誰是怪叔叔 好不好 所以牛棒我們就是一樣 薄成絲 你幹嘛一直叫一號雞 怪叔叔 對不對 薄成絲就好了 然後再來牛棒的部分 就大概先這樣 那我們先來做櫃的 櫃的這個部分 好 櫃體 來 我們先把這個粉 先把它倒進來 你這個是麵 糯米粉 糯米粉 所以糯米粉的話 就不用過篩就對了 不用 直接倒就好了 OK 然後再來一次這個 再來米粉 再來米粉 好的 因為份量都是已經 拿捏得剛剛好 對 感覺做到這個部分 我阿嬤應該會很喜歡 再來米 你要變成綠色的抹茶粉 煮米 對 然後再來好玩的地方來了 我們要慢慢的把它攪拌均勻 然後再來 對 我們要加水進去 就像玩黏土一樣 對 這樣加了一點點 然後把它攪拌攪拌 攪拌攪拌 它就會變成慢慢的 慢慢的變成黏土 要慢慢 你不要一次說 一次的水這樣一次加進去 對 慢慢攪拌它 今天我覺得Ben還滿有創意 他用再來米跟糯米粉 然後裡面加了抹茶粉 因為一般我們看到的櫃 可能就是那種白色的那種 顏色有沒有 但是你加了抹茶粉 它不僅會有抹茶的香氣 它那個顏色其實都非常的討喜 它其實就是用天然的顏色把它染色 因為如果說外面的櫃 你不知道它什麼顏色 不是都會用綠色的那個色素嗎 那小朋友最容易過敏 你是不是覺得我比較厲害對不對 他剛剛說Ben比較厲害 真的假的 這樣玩賠樂多一樣這樣多好玩 好 基本上你就一邊加水 然後一邊把它攪拌 攪拌完之後它會慢慢成形 這樣一顆一顆的 一直加水一直加水 貨到像這個樣子 貨到像這個樣子 了解 不會水水 不會水水的 對 它是會有點醜醜的 像果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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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在那邊鬧它 我想要聞一下那個味道 來 你可以 我會想聞 我會想聞 就是抹茶 而且你看如果我們用 天然的色素做出來 它不會是鮮綠色的 所以在外面如果那種蛋糕 或是餅皮太鮮綠的那個 其實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最好都不要選 了解 所以把它自己動手做是最好 再來我們一般我們在家裡 備料的話 備那些餡料的話 我們先倒點少許的沙拉油 然後再來豬絞肉 豬絞肉就先把它炒香 炒散炒香之後 然後再來加蝦米下去 蝦米是第三個加的 蝦米是第二個 就是先沙拉油 然後絞肉 沙拉油 然後豬絞肉 因為豬絞肉它會出油 所以沙拉油你不要加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再來蝦米下去爆香 整個你要記得是 香味出來之後才能再加下一樣 這樣東西才會好吃 因為有一些媽媽有在家裡煮 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都按照那個步驟這樣煮 就煮出來不一樣 原因是因為你香氣還沒出來 就加了下一個 對 那醬的話 那個味道都會和在一起 就沒有那個一層一層 對 堆疊起來這個香味 對 再來就是放 鹽巴 少許鹽巴 少許的糖 然後最後再加醬油去點色 那全部炒香之後呢 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這看起來很厲害耶 對 這就是我們要準備要 包在裡面的餡料 這很像蘿蔔絲 我覺得那個蘿蔔絲 這個超香的 你不會覺得說 會有一種牛蚌的濕味在裡面 我覺得它這個也很厲害 因為它完全沒牛蚌味 不要聞太久 我們香味有限 什麼香味有限 這加色素對不對 不要一直聞 快點… Eric聞一下… 我覺得今天兩位大廚 我覺得今天兩位大廚都很厲害 音樂 你等一下聞一下 它完完全全 它比Jacko那個更強 因為你那個花生加下去 真的耶 它完全沒有牛蚌味 它是因為它用的那個蝦米吧 它那個鮮味 海鮮的味道都跑出來了 我發現如果這一道 如果Ben不做成貴的話 爸爸媽媽如果喜歡吃 你加一點辣椒下去炒的話 其實也可以 對 加一點肉末其實也可以 也可以 沒有 就是一道晚上 富含纖維的一個料理 對… 基本上餡料 他們剛剛都試試過了 好吃對不對 好 我也好想吃喔 阿Ben哥哥 不行 老婆再考 剛剛考了Ben一題 今天要來考一下Jacko 這題比較 我覺得比較難一些些 大家可以一起來猜猜看 下列哪種人 不適合吃過量的牛蚌呢 A 疲勞的人 B 容易腹瀉的人 C 疑神疑鬼的人 還有D 真的喔 疑神疑鬼的人 真的喔 疑神疑鬼的人 真的假的 疑神疑鬼的人 孤單疑瀉的人 也不適合 樂樂你覺得是哪種 不知道 好 是出給你的 疑神疑鬼的人 絕對不是答案 我想說你在那邊亂講 一個是疲勞的人 或異腹瀉的人 我覺得牛蚌可能不適合 異腹瀉的人吃 你確定 一定 疲勞的人也不可能 疲勞的人為什麼不能吃牛蚌 牛蚌茶就喝了讓他有精神 對耶 你這樣推理有道理 我們出得太簡單了 我們可能針對來賓的 諮商出題目 所以就是 水 我愛你 我愛你 抗議營養師攻擊來賓 抗議 抗議 好 這題其實滿難的耶 這題滿難的 答案就是 B 容易腹瀉的人 恭喜你答對了 為什麼容易腹瀉 其實這題滿難的 為什麼 因為解釋起來真的有點難 就是說因為牛蚌 它其實膳食纖維很粗 對 如果你是小朋友正在 比如說拉肚子 或是像有些小朋友 不是感冒之後會開始吐 或是削曬這一種的 腸道蠕動 是削齊曬那種嗎 這一種的 如果是已經削到已經水漾變了 有沒有 已經都是水這一種的 大人也是 其實他這時候要吃的是 低渣飲食 什麼叫低渣飲食 就是纖維不能太多的 沒有打渣的 不能太多的蔬菜 比如說你可以吃高麗菜 然後牛蚌跟高麗菜 它的膳食纖維差了十倍以上 所以這時候 牛蚌比較多 對 所以這時候你的纖維 反而是要降到最低 了解 所以這時候如果容易腹瀉人 其實如果吃了太多的牛蚌 其實會讓你的腸胃更容易絞痛 坊間其實有賣很多牛蚌茶 牛蚌茶有功效嗎 有 牛蚌茶 其實它的寡糖成分 促進腸道乳鬥 另外它B群含量也滿高的 所以你在泡牛蚌茶的時候 不能太高溫 就溫度不要太高 就一般像泡綠茶 烏龍茶的溫度 大概60度到65度左右就可以了 了解 好 你們現在三位在幹嘛 要把它弄皮 你們現在是在做泥土是不是 壓皮 然後把它包餡料進去 好 對 我們在拿這個果皮的時候 其實就是手上要沾一點油 有一點油 對 有一點油這樣會比較好 OK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餡料的部分大概是2比1 2比1的部分 哪一個是2 皮是2 餡料是1 這樣我們才包得起來對不對 天啊 這個我突然好想吃喔 覺得很像跟蘿蔔絲 對 很像蘿蔔絲餅的那種感覺 很好吃的感覺 這樣把它折起來 你就像對角這樣把它弄起來 這樣會比較好包 那你不用在乎說 它到底有沒有包得好不好看 因為待會這一面 我們是要朝下 所以隨便就可以了 只要不要跑出來就好了 那如果旁邊有洞洞的話 你可以再拿一些麵皮 然後再把它補上去 被我對你刮目相看耶 真的嗎 因為我以為你不會做菜 而且你做起來滿有模有樣 那這樣我可以出第七本嗎 不是 你先出第一本再說 你先出第一本再說好不好 你看 基本上 我們這樣把它包起來之後 它這樣餡料都在裡面 就看不到 而且表皮都是光滑的 然後這樣子就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 我們先把它放到旁邊 好 那這個中葉的部分 有我先示範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包法 你就是把它裁成它的大小 用剪刀剪就可以了 是 然後把它放在上面 包起來 所以你要取的是中葉的香氣 中葉的香氣而已 包法有好幾種 這種是最簡單的包法 對 然後之後我們這樣子 的狀況下 我們放到電鍋裡面去 大概一杯半的水 一杯半的水 三十分鐘 然後讓它蒸起來 這樣就好了 跳起來還要再悶嗎 跳起來不用悶喔 不用悶喔 跳起來之後 怎麼會變這樣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顏色變深了耶 對 顏色會變得比較深一點 好酷喔 它蒸起來的顏色 跟我想像完全不一樣 對 就是剛剛覺得很好吃 現在覺得不怎麼好吃 沒有啦 還是感覺很好吃 如果你嫌它顏色太重的話 你抹茶粉 可以不用下那麼重 我是不是說實話 我是不是說實話 對不對 我覺得剛剛那個顏色 比較好看的 可是 可是你知道 遠遠看以為裡面是加紅豆 結果咬下去裡面感覺是 那會很失望 我跟你講 那以理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道營養成分 好 其實這一道主要就是說 我們先把那個 外面的色素拿掉 對 用天然的色素 如果你想要變化顏色的話 其實剛剛有提到 你可以用一般甜菜根 可以變成是紅色的 然後另外如果真的想要 讓膳食纖維再多一點的話 其實有一些 你可以再加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 牛磅的部分膳食纖維膏 再來就是牛磅很適合 跟紅肉一起炒 剛剛有一題就是跟肉一起炒 為什麼 因為通常我們吃紅肉 通常會有很多的飽和脂肪酸 對小朋友來講 其實也不太好會增加肥胖 我們牛磅裡面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把油脂代謝掉 了解 所以其實它牛磅可以多一點點 然後肉就是主要是增加它的香氣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喜歡吃肉的人 多吃一點牛磅的話 其實可以中和 對 一起搭著吃 會更好把那個油脂代謝 接著下來 當然就是我們的評審時間 今天Jacko哥做的是 牛磅鯛魚燒鬆餅 要PK 感覺比較台式口味的 Ben做的抹茶牛磅粿 到底誰會獲勝呢 好 我覺得今天Jacko 其實壓力滿大的 因為我剛剛稍微吃了一下 Ben的那道料理 我讚不絕口 以理也讚不絕口 但是我有一個感覺 我不擔心 因為你沒有投大選 你也沒有投大選 幹嘛這樣 幹嘛這樣 而且你不擔心 原因是因為你剛剛在上面 加了超多蜂蜜 對 我加了超多 我加了一點點了 真的喔 好 我們就來讓小朋友 來當評審試試看 Ella 今天是妳生日對不對 好 待會兒妳吃完這綠色 我就給妳我的鯛魚燒蛋糕 真的 沒有 沒有妳要這樣的啦 不要賄賺小孩了 好 先吃綠色的好不好 來 開動 1 2 3 1 2 3 好棒喔 超棒的 沒有蝦米的味道了 沒有蝦米的味道了 好吃嗎 那妳喜歡嗎 喜歡 喜歡 喜歡嗎 Erik哥哥說喜歡耶 妳要再吃一口嗎 Ella也喜歡 樂樂喜不喜歡 樂樂喜歡嗎 喜歡 QQ的對不對 QQ的 吃完了之後 咬下去喔 吞下去之後再吃下一個 好 接下來我們要吃這個 吃之前 我們要先幫Ella 唱生日快樂的歌 祝妳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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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Ella生日完之後 五天之後就是樂樂生日了 祝妳生日快樂 祝妳生日快樂 你也要生日了 在八天之後就是妳的生日了 祝妳生日快樂 祝妳生日快樂 有完沒完喔 不是不是 對不起 對不起 1號機3號參賽 以後要生日快樂 龍哥對不對 祝妳生日快樂 不要鬧了 哪那麼多人生日 還有你 你12月對不對 12月對不對 祝妳生日快樂 妳過了 妳過了 妳生日過了 好 吃這個 而且妳吃完了 而且吃完了 吃那麼快 好 好吃嗎 好吃 他搖頭 因為他 我知道他為什麼在搖頭 為什麼 因為他永遠是對著Ben而已 因為他跟Ben是一夥的 他是一夥的對不對 因為他剛剛Ben在做的時候 他就已經說 你做得比較好 你是Ben的遠房親戚對不對 他說Ben很厲害 你們兩隻長得有點像 有點像對不對 不是 不是 這是Ben叔叔是不是 我們第一次見面對不對 好吃嗎 好吃 Ben叔叔帶你去打不過棒球 好吃 沒有 不是他同一隊的嗎 沒有去都害他玩對不對 沒有 那個以你幫我們預測一下 你兩道都吃了 我覺得兩道都很好吃 剛好一個是正戰 一個是甜點 但是Ben真的是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吃到 真的是數一數二的好吃 你評價超高的耶 真的 他的味道真的很好吃 你是不是在Ben的棒球隊上 有沒有 有沒有去玩過對不對 是不是 我也是有去Ben家 我是Ben他的棒球隊一樣吃 是 對 他的東西其實味道很香 對 對 我覺得如果是大人的話 應該會覺得非常非常好吃 對 但是今天其實Jaco 他真的是下了一點迷藥 就是他把蜂蜜淋上去 對 所以小朋友如果喜歡吃甜食的話 我覺得Jaco會 但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因為他其實當Jaco加了一個魔法 他把花生醬加進去 真的牛磅味變很少嗎 當Jaco加了一個魔法 他把花生醬加進去 真的牛磅味變很少嗎 幾乎沒有牛磅味 我剛剛吃了一下沒有牛磅味 爸媽可以學起來 而且完全也不會有那種鹹鹹 什麼有種土味都沒有了 對 如果以這兩道來說的話 哪一個比 對小朋友的營養價值 會比較高一些 當然是Ben的 為什麼 你講講看為什麼 因為你最後會加了蜂蜜 蜂蜜是甜的 甜的小朋友吃了又會好動 不是蜂蜜對小朋友 但是牛磅還沒壓回去 不是 其實Ben的餐點 為什麼我剛剛說 其實可以當成一個正餐來吃 因為它其實裡面 它除了主食類還有糯米之外 其實它還加了牛磅的蔬菜 然後它還有肉類 有蛋白質的部分 你吃完它的時候 其實可以把它當成點心 但是其實我要讚美他Jaco 因為有小孩真的不一樣 因為小孩真的不能吃太多的甜點 會影響到注意力 所以它把膳食纖維加進去了 是 那它血糖是比較穩定 好 最期待的就是 小朋友今天投票結果 因為我跟以理其實都會投Ben 但就不曉得小孩子如何 對 那Eric 我知道你決定了 你先來投 你先加入我籃球隊 你決定了對不對 好 那你去投票 我就知道 好耶 他都這樣 你們就投一個棒球隊的嘛 好 那換那個Ella Ella妹妹 Ella 右邊的是那個甜的鯛魚燒 然後有加蜂蜜的 你知道對不對 我知道 左邊是抹茶的 好 請投票 耶 生日快樂 他也是棒球隊的嗎 他不是棒球隊 他不是棒球隊 你看他這樣就知道 他是啦啦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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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樂樂來 你的投票娃娃在這裡 好 你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右邊的是鯛魚燒喔 左邊的是抹茶的粿喔 好不好 好 請投票 我真的會投那個啊 那Eric 我先跟你講一下 待會兒他們都可以吃這個 那你都要吃那個綠色的 你不要在那邊亂講了 阿祺來 阿祺加油 阿祺妳很關鍵喔 不要覺得壓力很大 你笑一下嘛 投誰都沒關係 那但是你就是投你自己 覺得好吃的 可以嗎 我覺得你等一下 還想再吃的那一個 你兩個不要威脅他 我覺得他怕你們兩個耶 你臉不要一直看他 沒有 我一直在笑 我不要一直看他啦 我一直在笑 你不要理這兩位 你看一片姐姐就好 我看一片 好 那我們不要看你 好 這樣子 我們看背面 我們看背面 他笑了 他笑了 鏡頭沒看 我們看背面 我們看背面 好啦 那你去投票囉 好 投票 出發了 出發了 他出發了 要揭曉了 他投完了 他投完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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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 問一下 阿琦 這兩個我知道為什麼 可是阿琦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為什麼會投那個 然後沒有投這個 為什麼 慢慢說 沒關係 你跟怡沛姐聊天快點 你現在跟我聊 因為我不喜歡那個蜂蜜的味道 好棒喔 你加了蜂蜜 好成熟 真的會有人不喜歡吃蜂蜜的味道 你不喜歡蜂蜜喔 但是我喜歡草莓果醬 加著蜂蜜 加錯醬 你上面放草莓加蜂蜂蜜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得到這一分 對 對 所以你 你覺得裡面的那個一絲一絲的牛蜜 你有喜歡嗎 有喜歡 但是 你覺得那個蝦米的香味很香嗎 因為已經大概被 那個蓋住了 是喔 已經被蓋住了 就沒有那個味道了對不對 沒有牛蜜味對不對 那剛剛Jacko叔叔 除了蜂蜜加太多之外 我沒有蜂蜜加太多 你幹嘛講這麼話 沒有 Jacko叔叔叔除了有加蜂蜜之外 其他都OK嗎 都OK 所以你覺得是蜂蜜的關係是不是 好啦 每個小朋友喜歡的不一樣嗎 有小朋友不喜歡吃甜的 對啊 其實滿意外的 真的 我覺得滿誇張的 非常意外 這就可以告訴我們所有的爸媽 你以為牛蚌 你以為牛蚌 就只能就是在那邊炒 然後炒了直接吃嗎 不一定 因為你看像今天 Ben這一道我真的要學起來 而且是以理說數一數二好吃的 真的 大家可以學起來 但是那個Jacko也不要難過 我還是覺得在夢中的感覺 對啊 醒來吧 我覺得你可以出書耶 怎麼辦 沒有 但是Jacko我不要難過 因為恭喜大家出第六本書了 耶 第六本了 第六本了 我的聲音也快到了 祝你三年快樂 祝你三年快樂 不要難過 恭喜你出第六本書 希望下次可以帶來新作品 然後希望新出大賣囉 謝謝你 聽起來 聽起來 聽起來講完 一關冷掉一下 不然我現在應該要做他什麼 聽起來很有刺 你先說沒關係 祝你新出大賣 不然祝你三月份生日快樂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都很好吃啦 對 但我覺得還是因為是那個 你知道嗎 Eric跟Ella 你知道嗎 你們兩個最棒好不好 其實都很好吃 你們車體外面嘛對不對 你車體外面 所以無論是鹹的或是甜的 其實爸爸媽媽都可以學起來 記得謝謝Jacko 謝謝Ben 謝謝Ella 下次見囉 拜拜